我们现在好 这个案例是我们广西南宁的周金灵师姐分享的 因为她是在我们的群里面分享过 也发到其他的群里面 所以老师就有听说过这个案例 然后就要我来帮她分享给大家 我就照着她的分享来讲 因为不是我亲身去调整的 是师姐们去调整的 她是我们今年十七届 六月四号才参加 才完成学业回去 六月六号就回到她妈妈的家 她妈妈是八十六岁 已经成了植物员 多方医治汤换在床上将近五年 每天只能换油脂食物 大小便湿尽不能眼影 手脚僵硬弯膝不能动 背部身穿 回到回到家按照魏老师说的 帮母亲调整C7C6 依次调整腿发颈部 肩部手肘 手掌全部腺奥 每天调整不低于三个小时 调整到第三天 奇迹发生了 我母亲年来 萎缩如肌短 僵硬的双手 可以弯直 自动变软 可以活动抓痒 这几年来 母亲后床都没有动 也没有说话 这一切 这一次突然可以开口说话 她说 你的手插上药了吗 怎么放在我身上 这么舒服的 这是一个人 拭目你的手不动 然后还能说话 母亲自几年来 第一次开口说话 所以这就是长生鞋的大爱 我等了好多年了 是不是我的母亲 等着我 火气鞋长生鞋回来救她 当时我感动的都哭了 我母亲永久了 长生鞋调整前 我母亲一个月 更换一次输掉吧 调整第三天 排出很多排泄物 输尿管也从一个月到十天 七天再三天更换一次 因为大小便顺畅了 更换输尿管也平凡 我偶尔有一天 不调整柔软的手脚 又变回僵硬 用长生鞋调整半个小时 手和脚又变得柔软 吃食物现在母亲可以吃大傍晚的税肉西饭了 我相信有长生鞋 有卓兰师姐和里丘林师姐的帮助和鼓励 母亲一定会重新贪腐 这里他有说到的是 多拉师姐和里丘林师姐 都是我们南宁调整站的义工 都经常跟他回去 帮他母亲调整 一起调整 他们几个都是很发心的义工 经常去有 经常到调整站 然后周边有需要求助的 他们都会出手气帮他们调整 感恩魏老师 感恩长生鞋 感恩佐兰师姐 里丘林师姐 感恩义工师兄师姐 在日理在顺便给南宁长生鞋调整站做一个广告 许多远 明楼 马尤